嗨大家好我是Denny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ServaDenny 今天呢終於要來拍聊天的單元了 我進Youtube已經多久了 兩年 然後我一直很想要拍聊天的單元 可是我就是想說 一直好像找不到時機 我們已經認識兩年了欸 所以我想說 現在應該是一個蠻好的時機 我可以開始 多拍一些聊天的單元 所以你們如果有什麼題材啊 或是主題想要跟我聊聊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好今天呢我們要聊的主題呢 就是我之前在IG直播上有聊過 我畢業了之後 我對於我的未來好茫然啊 我不知道我要做什麼 然後這樣子的感覺呢 我真的是太懂了 我不是什麼專家 所以我也沒辦法就是開導你們 可是我今天可以跟你們聊聊 我的經驗 然後我從我的經驗學習到什麼 因為我想 我可能 年紀比你們還要再大一些 你就可以把它當聽故事一樣 我先從我的故事開始跟你們分享好了 我大學的時候呢 是讀電腦設計 然後很類似就是台灣的試傳設計 或者是多媒體設計 我們那時候大學做了很多 就是剪影片啊 做動畫 然後做3D建模 3D動畫 然後到最後 剛年級我們是學很多 互動式面板 觸控式面板 就是這些大型的設計 很常需要寫程式 然後我超級討厭寫程式 我大學讀這幾年來 我被當掉的課都是寫程式 我真的很不喜歡寫程式 你知道我的腦袋就不是那樣子運作的 那時候我畢業的時候 我就很清楚的告訴自己說 我很喜歡設計沒錯 但是我很討厭寫程式 所以我第一份工作的時候 我如果打比方說啦 如果我投了說 10間公司好了 我投了9間 是我大學相關的 但是呢 我那時候投了1間 只有1間 是跟大學沒有關係 那就是珠寶設計 那時候我課外最大的興趣就是 看fashion 我很喜歡就是時尚的everything 所以我投那份工作的時候 我其實甚至種下來一個小小的希望的種子 但是殊不知 我後來真的就進了那一家珠寶的設計公司 所以從而今我可以跟你們分享 就是 第一你要認清楚你的興趣 你的熱情是什麼 但是如果你真的講不出來 你的興趣跟熱情是什麼的話 至少你知道說 你不喜歡什麼東西吧 像是我很明顯 就是說 我很討厭數學 我討厭寫程式 所以我一輩子不可能就是 當工程師 搭比方 當然你的興趣跟熱情 如果是很明顯的話 那這樣更好 就是直接就是朝那個方向走就對了 我第一份工作在那個珠寶公司 我帶了快四年 如果說第一份工作能夠帶四年 其實還蠻少見的 然後我到了第三年的時候 我就開始轉做行銷 那時候設計已經蠻純熟的 所以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我在帶我底下的新設計師 然後我就開始慢慢的跟行銷的team 兩個人開始接軌 可能就會提 跟我的行銷提說 就是我這一季是想要做什麼樣子的風格 跟我們的行銷討論 然後我們就會提出一些比較有趣的企劃 我才慢慢意識到說 原來我多麼的喜歡做行銷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 索性的辭掉我的第一份工作 我第二份工作我就下定決心 我要做行銷 所以我第二份工作 我就是很認真很努力的 我進了一家就是保養品公司做行銷 所以從這個經驗我可以跟你們分享 我覺得也是一個我給自己的一個觀念 沒有什麼選擇是錯的 就是重點是說你要下定決心做一個選擇 像是我並沒有行銷的背景 所以那時候我在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害怕的 我非常了解說 你們如果對於你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很不懂 你對自己的未來很茫然 我非常了解是什麼樣子的行銷 那我是一個個性非常膽小的人 我很喜歡把自己就是 給自己就是只有兩個選項 我就會告訴自己說 你如果不做這個決定的話 你人生就是注定的失敗 所以我很常就是 這樣子跟自己在講話 很膽小的我就會一直說服自己說 我這樣做的決定都是錯的 我這樣子會後悔的 我一定會失敗的 但是有些時候 當你跳過這樣子的思維的時候 才發現說 你的人生有千件萬萬的這種選擇 你不一定只能做這一個選擇 你有好多好多的決定你可以做 你會突然發現說 你自己有多少的權力 可以掌握你自己的未來 那種感覺就是爽 尤其是我們從小就是 爸爸媽媽還有社會啊 老師啊 告訴你說 你就是要讀這麼多東西 你以後長大就是做這些事情 才會成功 當你我們從小被灌輸這麼多 就是很制式的概念的時候 你真的會很習慣就是要做出所謂 正確的決定 真正的選擇權是握在你手上的 所以當你選擇要做出什麼決定的時候 你就是先決定了 然後你就是遊望之前的繼續走 那當然就是你可能走的這一步 你覺得欸不對 我覺得有點不太對勁 我不是很開心 不要太擔心說你沒辦法再backtrack 你永遠都還可以再退散步 然後重新想或選擇再做別的決定 就是你知道我們常常就是覺得說 如果踏出了這一步之後 我們就沒有辦法反悔了 其實 呃尤其是工作 你可能第一 第一份工作 你可以在三個月的試用期之間 你就可以先考慮 這個到底適不適合你 總是會有反悔的餘定 很多時候選擇權其實都在你手上 只是 你不知道說你可以做選擇 再來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建議 然後這也是我自己 呃常常碰到的難關 然後我相信 應該很多人懂我的心情 我們現在這個世代 真的太容易拿自己去跟別人比較了 尤其是我們現在有Facebook啊 我們有Instagram啊 我們有Line啊 我們有好多所謂的這種 數位的這種社交平台 你真的就是很容易就是看到所有人的一舉一動 所以你知道 你知道說 喔我那個朋友昨天去吃了什麼樣 什麼最新的餐廳啊 什麼最好的美食啊 我朋友買了一個 什麼最新的包包啊 換了最好的手機啊 嗯 或者是傲嬌新男朋友啊 然後我這個年紀就有很多 就是結婚啊 生小孩啊 買房子啊 買車啦 你就會覺得自己是個loser 你就會覺得說全世界的人都在跟你放送說 他們現在給我多麼成功 我也是一個每天都保受這些人影響的一個人 所以我慢慢就是要訓練自己這個腦袋 就是說 就是每一個人都是不一樣的人 然後每一個人的人生 注定都會是不同的 所以你拿自己的人生跟別人的人生比較 其實是蠻沒有意義的啦 因為你們永遠不會是過著一樣的生活的 就是比起說你把你的Focus都一直看著別人的身上 然後看別人過得多好 然後自己過得多差的話 不如就是把那個Focus慢慢移到自己的身上 然後就是精進自己 自己的能力啊 然後把自己學習的東西都是內化給自己的話 你會發現說你的世界會過得比較輕鬆 當你看到你的Facebook的朋友 就是Pose他們過得多開心的時候 你就會慢慢說你自己已經不再受這些影響了 因為你自己已經過得非常非常滿足了 但是呢如果朋友就是養狗啊 貓啊我還是非常的羨無嫉妒恨 最後呢我要跟你們分享一個 對我幫助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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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一個一個一個提報 一個建議 那就是我們講英文叫做 PUT YOURSELF OUT THERE 會把Key在下面 PUT YOURSELF OUT THERE 講 翻譯成 直接翻譯成中文 就是把你自己放在外面 他的意思呢就是說 把你 把你自己放在這個世界裡 這個社會上 我們太習慣就是把自己 就是關在自己的舒適圈啊 我們有幾個好姐妹 我們有好朋友 我們有家人 然後我們同學 這些都是我的舒適圈裡面的人 可是我們往往就是會忘記說 其實我們 當我們都是一直住在這個舒適圈裡面的時候 你會錯過非常非常多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 TRY TO PUT YOURSELF OUT THERE 不管你是透過參加學校的競賽 參加一個你一直想要 一直想參加但是都不敢的社團 去學一個你一直想要學樂器或是舞蹈 這些都對你來說都是一些機會 你一直沒有勇氣踏出那一步 我現在深刻的體會到說 當我自己把自己放在外面的時候 你之後都會有一些異想不到的機會 跟異想不到的收穫 你真的發現說 如果我沒有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今天就不會有這樣子的機會 就是我是一個非常非常愛教朋友的一個人 所以如果朋友就會說 欸 等一下你要不要來參加我的某一個party好了 但是全場你只認識一個人喔這樣子 這個時候呢你就會吵了一下 想說 哇只有我只認識一個人怎麼辦 那如果那一天如果到了場子 然後誰都不認識一定超級尷尬的 可是這個時候呢你就要跟自己講說 然後就是這就是認識新朋友的好機會 所以你一定要就是勸自己 然後鼓勵自己要去做出這樣子的決定 所以我基本上也是慢慢慢慢的 就是訓練自己 就是能夠 能夠就像在一個完全陌生人的場合 我也是可以非常自在 然後去交新朋友 這是我給自己的期許啦 那當然你們大家自己 給自己的期許一定都是不一樣的 尤其是像新一代的小朋友 你們每一個人都有IG 都有Facebook 你可以像我弄一個YouTube 這些都是把自己放在這個世界裡的一個好方法 一開始我的instagram就只po我跟我朋友啊 然後我就把它鎖起來 就是變成私人的帳戶 就是當我解開我的私人帳戶的時候 就是把你自己放在這個世界上的好機會 以上呢就是我覺得我活了二十幾年 我學到的一些東西 然後我相信應該蠻多就是 看我影片的年紀都還蠻輕的 所以希望你們可以從我的經驗中 可能有pick up一些你覺得還不錯的一些 一些pick ball啊 當然如果你有什麼樣子的想法 或是你有什麼樣子的經驗 想要跟我分享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炸好 歡迎留言在這邊 歡迎follow我instagram 我同時我還有facebook 好啦 每個禮拜天八點在我的頻道 是會等於會Pose新的影片 然後每個禮拜三八點會不定時Pose新的影片 所以記得按旁邊這個泡泡服 我旁邊這個泡泡 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會把我最新影片放在這上面 以及我推薦給你的影片放在這下面 所以記得按這些東西 最後呢 如果你有任何希望我拍成聊天單元的主題 記得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所以我希望我們至少一個月 可以出到一支聊天的單元 好啦 那我們就下一次見囉 掰